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 欢迎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贝战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情感导师 松鼠一对一的总裁 丽浩阳 丽老师 欢迎 著名节目主持人 情感导师 沙娜老师 欢迎 著名媒体评论人 情感导师 于伯红老师 著名作家 情感导师 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四位情感导师的到来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和我男朋友相处了一年多了 我比他大七岁 我就是觉得他太不定性了 干什么事情都没有长性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为我们的未来考虑的太少了 他总说我太着急结婚 我现在对我俩的未来挺迷茫的 总说我干啥都干不长 一点也不理解我 不能站在我的角度 考虑我的问题 我干啥都在他那儿得不到肯定 我不是不考虑未来 本来结婚这个事情 就不是着急的事 那不得都准备好了才能结婚吗 就不能给我点时间吗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李先生26岁 来自黑龙江 庄修 有请李先生 顾女士33岁 来自黑龙江 职员 有请顾女士 欢迎两位 一脸那个愁云惨物的 怎么了 小顾 就是我对她太多意见 小顾比她大一些是吧 是 小弟弟 小孩们得原谅 咱们还气坏了身子呢 怎么了 怎么招你了 就是从第一次 我俩认识开始吧 然后我就觉得 她认识挺抠的 第一次去吃饭吃个火锅 突然拿菜单上来之后 然后她整个过程 都没让我看菜单以下 她自己点菜 然后点都是她爱吃的 然后把菜单递为我的时候 然后跟我说 我兜里就一百块钱 要是不够 然后你贴 当时我就一脸懵圈 我就觉得 你这请我吃饭 然后就带一百块钱出来 那我第一次请你吃饭 我现在看你瞅着 有点不说话 尴尬 缓解一下尴尬的心情 没想到你就信了 就是 人家说的是现金一百 对信里还有好多 好多 那你这开完笑 你也得有个场合吧 然后还有之后 吃饭不就是开玩笑的场合 点菜的时候不就是开玩笑的场合吗 然后跟她朋友出去吃饭去 然后她也是 那天那个 就是有的朋友四五个人 我们出现 然后我就特意打扮了一下 做个头发 穿裙子 然后她那个哥们儿媳妇都说 哎呀你今天真好看 然后我就转头问她 我说我今天好看吗 她可都好 当然来一句 你哪好看呢 你说你长得跟萝卜成精了 那你说当你朋友面 你就那么说我 那我不是开玩笑吗 那你平时你说我的时候 给我朋友跟起来说我 说我长得像大年女 那我 我也没说啥呀 那都是第一次见面 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都不认识了 你说说 跟你开个玩笑 你说你也当这样 那你能不能顾及一下 我是女孩啊 在万岁的时候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这个 那你说你 那你跟我朋友跟起来说 你喝酒喝多的时候 那家伙双手插兜的时候 晃晃的 哈尔滨都是你的了 那你咋说呀 什么意思 就是喝完酒喝多了 谁喝多了 他 然后呢 喝多了就开始 就是 谁也不服了 双手一插兜的时候 那 就像我现在这样呗 对 就是晃晃的 这个外面还好点 因为哥家里都 哥家里都更足啊 一说他 完了 就开始哭了 有一次我说的 你是不是走到 放血了 大家开始可好了 开始 狗屋里头坐上了 乒乓一顿碎 那是喝酒的状态 没喝酒的状态 喝酒的状态 酒后耍酒疯是吧 对 就耍酒疯了 每次都是那样 那谁喝完酒 还没有点情绪发泄了 那我不是回家跟你发泄 我也没在外面 是 你狗外面好点 双手一插兜 完了 谁也不管了 谁也不服 完到家就哭 就作我 哪次都是 有一次跟他闺蜜一个家吃饭 他闺蜜说我 说的 你俩啥时候结婚呢 往我说的 等我有钱买房子 完了我再结婚 完了他闺蜜说的 那你俩这样也不行啊 那你得等啥时候结婚呢 不行先把证领了吧 咋得你得给他一个安全感吧 往我说的 主要是我说现在 我的就是 没找到我的自己的好的工作 没有稳定的收入 啥也没有 完了他闺蜜就走了 走了 回来就开始 跟我俩积眼了 谁跟谁积 他跟我俩积眼了 积啥呢 就说我那啥 有没有钱 都不想娶 我说我啥都说这句话了 那我闺蜜不是为我好吗 那他问你这句话 不是很正常吗 因为毕竟我比你大 然后他怕 他不是怕你玩心中吗 我不是玩心中 我就是说 想手里头能有钱了 有经济来源了 我就是工作稳定了 我才能说 咱俩才结婚 是这个意思 现在很难找吗工作 不难找 之前我 对 我是觉得现在 如果你愿意去工作的话 真的不难 你说要特别挑剔 真的很难 你这资料上面 不是说装修吗 是装修工还是什么呀 是的 刚刚开始就是跟我朋友 对 让我朋友 带我出来干的装修工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也是装修工 那不装修工不也算一份 稳定的工作吗 对呀 我这是刚开始干 刚开始干 对 对 对 以前做什么呢 小伙子 以前是送外卖和快递 怎么不干了呢 我不认字 干了十天 老丢件 完了有的字我还不认识 还得先找 还得先问 所以说这个工作我就没干 就用这事跟他了 我俩还超过老长时间呢 快递也是 你干了十天 然后之后你就想送外卖去 送外卖你说你干了几天呢 就干了五天 然后一天挣三十多块钱 买个摩托车花了六百五 结果卖摩托车卖了三百块钱 一分钱没挣你倒赔钱了 不是 这个到真实姐就不怪他了 就是以他现在的这个文化能力的话 确实他可以做的职业太少了 主要是我摩托车吧 去送外卖我行 就是因为有啥有导航嘛 有导航能找着 但是我骑摩托车 让这个车给创了 骑了五天 完了我就不骑了 完了我就卖了 用这事他又说我 说的啊 你一天啥也不干 成天给他呆着 我说这摩托车送外卖 我说我干不了 我说等我朋友回来 我好好找个活 完了稳定了 完了我再干 他朋友是 跟他朋友一起去 就是上工地 干工地 就是干一天歇两天 干一天修三天 然后他朋友不干了 他也跟着不干了 然后我还得这边 还得瞒着我爸 后来我这实在瞒不住了 再问我的时候 我就说在家呢 然后我爸说那个 你这 他这也不行啊 这也干不了 那也干不了 这以后你俩 要是真结婚了 怎么生活呀 就是干什么事 他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我觉得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呢 我没想到 这么个情况啊 你平常的生活里面 男生干嘛呢 你看你现在你不识字嘛 对 等于不识字 那你干嘛呢 装修 就是装修 装修的业余生活怎么过呢 怎么办呢 几乎我都是在家 听小说 从早上听到晚上 一才睁眼就听小说 一直到晚上睡 那个闭眼就睡觉 然后跟你说话 你是怎么回的 啊 干啥呀 又干啥呀 又咋的了 就这个态度 也不说领我出去的事 溜达溜达 还是干啥 好不容易 某一天 去了趟江边 溜达那可能得走的 就像散步一样是吧 他可都好在 前面蹭蹭走 然后回头跟我说 你快点走啊 那我走那么快干啥呀 我就感觉 我这一趟出去 就好像 提前进入老年化 我咋的溜腿呢 跟你 那我行的咋也溜达 就快点溜达呗 溜达完了 你就完事了 我行的回去 好好休息休息 所以你的娱乐 就是听听小说 对 听听小说 会打游戏吗 会打 打吗 打 也打游戏 对 也打 不听小说了 然后就打游戏 反正就是一天 跟我没有话说 那时候我天天对着你干啥 行 女生现在应该是 着急结婚吧 着急 我就是觉得 先领个证 就是给自己一个保障 什么保障啊 就是因为我 比他大七岁 就是我怕比如说 再过一年 或者是过两年 然后突然间 就是我俩分手了 那我就等于耽误我时间 你们俩谈了多久啊 一年多 才谈了一年多 对 你了解这个男人吗 还算了解吧 就是按你的说法 他工作不是特别上进吗 是这意思吧 对 那为什么还要嫁他呢 他这个人就是挺踏实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 现在吧 就是我也不想折腾了 就是再重新 再开始一段感情 我觉得挺累的 不是 那您现在合计的就是 为了结婚而结婚 是这意思吧 算是吧 那今天来干嘛呢 听着不像说委屈了啊 就是 我这样问问他 到底能不能跟我结婚 逼婚来了 就是他娶不娶我呢 说清楚 他 对 娶 我就嫁 对 不娶 我拍屁股就走 对 娶而不娶啊 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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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什么娶啊 我先 他说了吗 先领证 对 我行 可以先领证 我 领完证以后 我行 也行 可以慢慢慢慢地 我俩在 不是婚后靠什么生活呀 只能就是说 先慢慢 先结婚 完了 再以后发展 慢慢发展以后 咋发展呀 我 天天努力 挣钱嘛 问问你喜欢 那男生什么呀 开始就觉得他挺踏 跟他在一起挺开心的 但是 就是现在 我就 真没看上去 觉得不行 不行还非要嫁 就是年龄在这嘛 这就是未婚而婚的一个女人了 你再学习嘛现在 你得识字啊 你现在这个世界这个 这睁眼下太可怕了 是吧 是 有些工作 干得非常费劲 我那个时候说 那什么 我说那个 你没事的时候 你练那写字 然后他就不听 他就说那个 我练这玩意儿干啥呀 有啥用啊 我打字 会打字就行吧 我感觉 耽误时间 因为我感觉 学习那个功夫 都能挣钱了 只要是我现在 能找着我干活的 挣钱 只要能干着这个活 就行 你了解他这段背景吗 说他不是那么识字 我了解 那他身上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比较诚实 然后也能吃苦 啥活都能干 但是虽然说 干什么就是 不是太有诚性吧 也可能他真就是说 干不了这个行业 所以那你对你生活 未来的规划 是什么呢 姑娘 我想就是说 如果真就是说 他能在之后的日子 能踏实 就是干工作 能干长的话 就是我想 做点什么 跟他一起干也行 喜欢他什么呀 我比较喜欢 就是说开朗 因为我说 他也特别地开朗 他开朗 对对对 以前谈过恋爱吗 小伙子 以前谈过 为什么分开呢 单亲家 没有房子 没有钱 女生就是想让男生 娶了自己 男生呢 可能也想娶 是吧 对 刚才都没怎么逼迫 马上就说 那我还就领了证 也就娶了吧 但是对未来 好像你们都浑浑噩噩 我的感受 按理说 按照女生的说法 这事已经 已经结束了 因为她已经答应娶你了 这事是不是结束了 我觉得就是 她答应了 我现在也怕 就是她还和以前一样 她以前也答应 但是不去 是吧 对 就是什么事都答应 但是不去做 所以今天这一段 非常有意思 就是当你 有一些情况 不了解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欢乐的 我觉得年轻人之间 开开玩笑什么的 真的当你了解到 这个男孩 他自己提供的 这段身世背景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好像对这段情感 有另外的一个看法 加上女生的这个态度 所以老师们 你们看看 他们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来 立总 姐弟恋我觉得 其实有很多 很成功的样板 而你们俩呢 是犯了所有的 姐弟恋的大忌 因为一般来说 姐弟恋里边的元素 就是男生 希望被人呵护 然后呢 希望感觉到 母性的各种各样的温暖 然后自己在里边 像一个孩子一样 特别幸福 你呢 不但没有感觉到温暖 你感觉到的是恐怖 你心里面都是别扭 委屈 我觉得再这么下去 你看你这种脸色 比他妈妈还难看 她就离家出走啊 而且另外一个元素 是这个姐姐呢 要掌控大权 对吧 希望能够把下边 不但是呵护好 而且还能够管理 调理好 而你呢 根本既没有呵护她 也没有带着动她 没有把她给带着上进 利用你的经验 对不对 你的资源 和你有她没有的东西 你竟然什么呢 连她给你开个 一百块的玩笑 你都还要生气 你说你像个当姐的样吗 所以我觉得 你要想清楚 你自己在这个角色里边 你怎么样能够 真正把一个 姐姐家母亲的角色 扮演好 对吧 第一让她觉得 很幸福很温暖 她为什么听小说呀 都不愿意跟你说话呀 因为一说就闹心呀 你看看 我看了你这个脸色 我也很难受 我也想赶快逃离 对吗 那么对你来说 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自己当小孩 但是呢 别人这么不嫌弃 你的所有的一切 你自己没有珍惜啊 你在做那个长不大的 不上进的小孩 你就没有未来了 各自都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不管你们是在一起 还是你们分开 不改变人生 彼此都是灾难 好 谢谢利总 来 沙大老师 我们先不谈你们两个人的爱情 先说你们两个人各自的日子 你们两个人各自的日子 都过得稀里糊涂的 你说你觉得 时不时自无伤大雅 可你的无伤大雅 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无论以前你的人生经历 原生家庭是什么样 当你到现在这个年纪 步入社会 跟社会接轨之后 你应该有一个意识是什么 我之前受过的一些磨难 那我现在想办法 用我的努力来改变 而你的努力不是说 埋头拼命去干活 要先从识字开始 因为你干任何的活 你不识字都没有办法干的 你说装修 让你去买一个东西 你连这两个字 这个东西这两个字都不认识 你告诉我你怎么去买 所以我觉得 你要先跳出自己的世界 你要先看一看 现在周围的环境 和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你每天挂在嘴上 你说我会努力挣钱 我会努力挣钱 请问你靠什么去努力 挣到这个钱 所以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空谈 谢谢 谢谢莎达老师 郭红雄 男女之间 哪怕是姐弟恋 如果有真爱 年龄不是问题 长相不是问题 身世不是问题 学历同样不是问题 但现在真真切切的是 它的生成成为了问题 我明白乌乌地告诉你 在当今的这一个社会 没有文化不是字 寸步难行 学文化比挣钱更重要 我也相信这个女生 她是喜欢你的 她也是想和你 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女生你的责任很大 你既然能够喜欢这样的一个男生 那你就全身心地爱她 爱她不仅仅是情感 还有生活 还有她的未来 这个时候你们需要的是 相互的这种呵护啊 你不要认为 现在她还可以做装修 以后的现代装修 你看不动图纸 你弹劾做装修 人家的要求 并不是说 我跟你随便画个草图就可以了 你看得懂吗 你会算吗 所以为了你们的未来考虑 我认为边谈恋爱 边失智很重要啊 棒棒她 可以吗女生 可以 谢谢伯红兄 来 尼娜老师 刚刚余老师说 不识字就完全没有办法生存 这一点我倒不同意 就像有阅读障碍的人 他也有可能过上很好的日子 实现自己的报复 只是阅读这个事情是 他的一个拦路虎而已 但是你不一样 你之所以能够让老师们 都觉得这么愤慨 因为你不只是不识字 你懒 你太懒了 听小说是一件最容易的事 但阅读好难 听说读写 这就是我们学习语言的四个步骤 小婴儿都是从先听得懂开始 对吧 然后到开始压压学语能表达 然后他就能阅读了 阅读到最后开始 小学生要学的是什么 可能也就是写 和怎么把那些潜词造句给他用好 你连小婴儿都不如 卡在那一个读上 都不肯再往前一步 认识这些字 生活在咱一个汉语的 这个环境里头 你说能有多难呢 送快递真的就干不了吗 送快递一般来讲 分的都有一些片区吧 只负责那个片区那一些街道 片区那一些小区 你死记硬背 你也能记熟是哪些门牌号 哪一些小区街道名吧 你不肯 我不认为你的女朋友 跟你在一起会有什么未来 因为你都没未来 可言 你真的想嫁他吗 你真的认为你嫁给他之后 有一天会忽然翻身 过上你想过的日子吗 不吧 只是懊恼 我33岁了 除了他我没别人可选了 而这一个勉强 可以拿来过后半生的人 他对我都还没有 那么强烈想取的愿望 我的人生怎么这么失败啊 这就是你每天 心里头盘横的那些东西吧 所以弄得一脸苦相 33岁 你调整你的状态 你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我不觉得你有多爱他 我也不觉得他有多爱你 我不看好你们 谢谢敏达老师 我在想就是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另外一种这个情感啊 应该是有的 这个情感叫彼此需要 对 我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但是我需要一种东西 正好你出现了 也许有人把它理解成爱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 这个男生就是这样的 我需要这么一段婚姻 我需要一个他是本分 我认为他是本分的男人 我能够掌控的男人 他出现了 对男生来说 以他现在的这样的条件 有一个女生愿意跟他 有一年的相处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这里面最核心的东西 其实我们老师都讲到了 其实在我们过去的历史里 有很多人不诗文也不断字 但是他很明白生活的道理 这就是米娜老师刚才说的 为什么我们愤怒 我们愤怒在懒惰 你可以就是没关系嘛 你说我没有诗文端 但是你勤奋学习嘛 勤奋学习不一定说 我要读书要怎么样嘛 你向生活学习嘛 你要感受到时代的变化 给你的压力 所以对你来说 不是学习的问题 你先把思维打通 最终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们觉得彼此需要 就是一种爱的话 你们就坦诚地去面对它 把自己需要的那部分说清楚 女生需要的是一个踏实的 对他好的男人 但是这个男人还不能不上进 没错吧 对 你是吗 如果你不是 你愿意努力为他做吗 男生需要的是一个 可以给他温暖 这个温暖 我再给你加一个定义 是可以给他加的温暖 能够避风的一个港湾 当然现实生活还要求 这个港湾里的人 能带着他往前走 你是那样的人吗 你有那种力量吗 你们想清楚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希望就是 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能踏踏实实地 好好的 以后挣钱 也不说天天不理你 我会为你考虑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以前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你这个人比较厚道 然后比较踏实肯干 但是接触之后就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觉得 你不用上班又有钱 花这种生活就是让你 越来越安逸了 但是我需要的是安全感 我 我以后能 好好地挣钱 希望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啊 请回请回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来看一看 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她总是说我胖 催着我减肥 还看别的女生视频 也从来都不入记我的感受 让我越来越没有自信 平常做个家务 这不乐意 那不乐意 自己非要养个小猫 饿老嫌麻烦 还觉得我讽刺她 她从来处理不好 她和学姐的关系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是一个女生 需要男朋友的呵护和关心 我现在就希望她能明白 作为男朋友应该怎么做 马上又要快一滴了 她总是不放心我 猜疑我 不知道她到底想让我怎么做 才能满意 有请这一队 有请 吕先生 二十一岁 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吕先生 张女士 二十一岁 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张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是同学吗 就是在学校认识的 谈了几年 一年多一点 今儿谁要来 是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我就是觉得 我们最近发生了 挺多的事情的 我觉得这段恋情 不知道继续能走不走得下去 那女生说说吧 发生了什么呀 我们在哈尔滨那边工作 然后我们俩 我父母家 你们资料上面 不是说学生怎么还工作 是 兼职 兼职 然后我父母家 不住在哈尔滨市区里 他住在郊区 然后比较远嘛 然后我们在这边租了一个房子 是一个地下室 然后这个地下室 被房灯隔成了两间 然后我们一个人一间 这么住着 结果住进来之前 他说好说 家务这些东西 要平均分配的 但是我现在 我现在叫他去取个外卖 他都不答应 关键他说 你要等我一会儿 等这剧游戏玩完了 我再去给你取 我就感觉 他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 所以我说 就是玩游戏 因为认真 没听到这些话 不是故意忽略它 就是有时候玩游戏 专注就是忘了 然后我们平时说好了 家务平均分配的 他就觉得 我什么都不干 我怎么就什么都不干了 就是平均分配之后嘛 就是他拖地 我扫地嘛 我扫完了他 非要拖到地 就是我都不耐烦 然后他还是不做 然后就非得都 什么不干都我去做 都等着我去做 我是这样的 我当时他让我拖地 然后我在生理期 我当时就不太想碰水 然后我就觉得拖地 咱们不着急 可以等一等 然后他就必须 当时就是得 偏得让我拖 说说好了平均分配的 就一板一眼的 就这样是 我就是有时候 不想取外卖 我也有不想干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能帮我呢 还有就是 在前几天抱回来一只猫 他说觉得可怜 给抱回来 但是他抱回来之后 什么都不管 你说我又馋屎又喂的 然后我还得逗手玩 然后就抱回来 他什么都不做 是这样的 这只猫我抱回来 就是因为他前主人说 这只猫如果你不要的话 就问我 因为我原先想养猫嘛 然后加了他的微信 然后他就问我说 如果你不要的话 这只猫我就马上撇出去了 然后我就把这只猫 给抱回来了 之后 你抱回来你得养啊 不是 你不能抱回来丢给他养 你跟那撇也没什么区别了 我一直想感受 就是产史观的快乐嘛 但是我发现这只猫 不亲我 还咬我 我想摸摸他的头的时候 他居然就咬我了一口 特别深 然后我 因为这一口 我就去医院打的狂犬疫苗 而且吧 我这个人睡觉就比较浅 他每天晚上都会 喵喵喵的直叫 我就觉得他实在是 影响了我的睡眠 我第二天就不可能 笑呵呵再去面对他 因为他打扰了我的睡觉 然后他就觉得 我对这只猫特别的不好 所以你说你抱回来的时候 你没有考虑好这猫 它半夜会叫吗 它本来就是生活习性 和人类是不同的 它是瓦人 是特别精神的 你说你跟他 对他不好 然后他对你戒气那么强 你突然之间要抱他 咬你一口 也正常挠上去 对不对 因为你照顾到他 所以男生跟猫 楚楚感情了是吧 对啊 这个猫我特别喜欢 那你说我对他不好 那我对他不好的话 我干嘛 我就是打着花呗 去给他买那些 摸凉摸杀 这些东西 都是我在负担着 我如果真的 对他不好的话 我不想做一个 好主人的话 我干嘛要给他 买这些东西 而且他现在这么叫 那等他发情期的时候 他不就更这么叫了吗 那可是如果你 不考虑到这些的话 你就不要抱回来啊 对不对 你说你抱回来 你给你买东西 你要是喂啊 就喂一下屎 产下屎 就不耽误什么事情 我就是觉得他不亲我 万一我喂屎的时候 他再咬我一口呢 他再冲我哈气呢 那 然后你说要给他绝育 可是你知道吗 这笔猫究竟花了咱们 多少的费用 是这个绝育前 要好几千块钱 咱俩现在 就供他吃 供他喝都来不及呢 何况说 给他做一场手术呢 那你又没有考虑过 咱们俩的生存成本问题啊 而且他就是 不仅这件事 不至于我的感受 包括我前段时间 去割了一个双眼皮嘛 他居然在我 恢复期的时候 说我丑 我想把这份快乐 分享给他的时候 我说我割了一个双眼皮 我变好看 想给他打微信视频的时候 他居然把这个视频挂掉了 这气死我了 可是 如果就是没有心理准备 突然接受 就是 就是如果是有网上视频的时候嘛 网上视频 它那恢复期 你就特别接受不了 特别吓人 为啥啊 就是刚手术完 刚手术完 两三天的时候 这块就是 它是那个那什么的 恢复有那个东西粘子 然后 就那个风口嘛 还有那个血啊 就是特别吓人 我要 他也视线一点没告诉我 突然给我发视频 你也不知道他要去 对 他没给我说 然后我就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 我就特别懵 他居然这么损的我 导致我第二天 就眼睛流泪 就这边就是 起了一个痘 现在还没消下去呢 你说他委屈 对不对 而且我不仅委屈 我觉得他这样说我 导致我特别的自卑 不仅因为双眼皮 这件事导致我自卑 在他面前 然后还包括 他经常 就是刷一些美女的视频 然后就是说 你看看人家怎么样 然后给人家点赞 那我就是开玩笑 因为刷短视频嘛 就是个打发时间 看一些就是 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嘛 然后就翻到 这热门推荐的 他就是那些 也不是我特意 就是天天看那些 那你要不是天天看 那个数据 怎么会显示 在你的推荐里呢 毕竟短视频 都是一些大数据 看完之后 就跟他分享了 对 我跟他说 就是开玩笑嘛 朋友就是 就是对象嘛 吃对象 就是调侃一下的嘛 那你开玩笑 开玩笑 我想给他吃东西 你说你别吃了 你少吃点吧 你瞅你多胖了 那你觉得我怎么想啊 那可是 我就是你跟我说要减肥 然后又说 我不给他吃东西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你嫌得胖吗 我不是特别嫌得胖啊 你还是有点心 但是他那个 就是女生 他自己就觉得美啊 他自己要稍稍减肥啊 他自己要注重这个体重啊 他有时候 他自己会 那我跟你出对象的时候 你就没这么嫌弃过我 就是现在出了一年多之后 反而说提起这件事来了 我就感觉 现在一年多了 是不是你喜欢上别人了 就是 因为我俩上个暑假 来这边兼职嘛 来哈尔滨家 我是哈尔滨的本地人 所以我在这边 可以住父母家 但是他是别的地方的 他没有住的地方 然后那个女生 居然给他打电话说说 你来我家住吧 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两个朋友之间 就是我说我来哈尔滨了 就是问一下 就要去他问他 问他住哪 然后我也没打算去 人家随口一客套吧 不是 他是主要是 他如果客套说 我去啊 等到时候再去吧 我到时候再说 他这么说行 他明确问问 人家家住在哪里 他去了吗 我没去 但是他在那块问 因为被我发现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最后才没去的 我后来 我就觉得这件事 有点不对劲 我去问了那个女生 我说你家几个房间 几张床啊 他说我家就一个房间 一张床 那他俩要叠着睡门呢 这我根本就没打算去 是你这么自己胡思乱想的 而且他俩半夜还聊天呢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完全他就是跟人家说 我没有地方住 然后我想去你那住 肯定是他说 他俩半夜都聊天 他俩半夜聊天之后 还删聊天记录 就给我 给我看到的东西 就是一个未接来电 然后剩下的所有记录都删了 你可能不给人家回过去吗 我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就是怕产生什么误会 我根本也没有什么事情 这个东西 而且我就觉得他心里有鬼 之后那个女生说 你俩回来了 你俩回哈尔滨了 那我去接你俩吧 结果他就根本不告诉 那女生地点 什么都不告诉 他就告诉你 你不用来了 不用我俩自己就行 然后乱七八糟的 就是说你俩不许见面 就是这种意思 我觉得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我就是我自己有手有脚的 我自己又不是找不到地方 我自己就回去了 我也不需要麻烦我朋友一趟 就这个东西 女生有的时候就要 就脑补很多场景 是吧 就两个人就为这些事 闹得不可开交呗 闹呗 我觉得不仅这些事 闹得不可开交 他最后居然还提了分手 谁提分手 他回来 他从哈尔滨 到哈尔滨之后 居然跟我提了分手 这理由是什么呢 当时他就是 就是我因为暑假的时候 我回家了 然后他跟我回家了 然后在我家 就是因为这个事 他吵起来 然后他就走了 就因为高中同学的事 对 吵起来了 对 然后我父母 就是我们一起出去找了他 后来找过来 就是我感觉 在我家你跟我吵架 就让我特别难堪 然后对一点 就没有尊重我父母 就是特别下不来台那种 然后我就接受不了 然后回来 我就跟他那个分手了 他跟我分手之后 我去找过他 我说对不起 我错了 我觉得起码咱们回来再吵 我不敢让你父母知道 我觉得我错了 我就跟他说一件事 然后他就是 坚决不同意复合 我就觉得不是 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缘故 因为我就觉得他对我也 不如运行那么好了 就感觉起你长草了 然后我就去跟朋友 吃饭去了 结果他又生气了 又来我这边作了 为什么呢 不都分手了吗 我只不是先分开 冷静冷静 因为我毕竟在气头上 我原来在考虑考虑一位 然后就这么回事 然后后来又发现 他跟他朋友吃饭去了 然后我就有点 又生气了就 你生啥气啊 就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啥 他是跟男性朋友吃饭 还是跟男性朋友出去吃饭 你的意思说 我们刚分手 你就这样了 对 然后就因为这个 你们又复合了是吗 后来就是因为 毕竟是 还是比较挺舍不得的嘛 毕竟还是这么出事 主持人 但是你不知道 他复合的时候 复合之前那个月 因为我们有一个月 没联系 你知道他后来有多极端吗 他不仅从我这 要回来他当初这一年 送给我什么 口红啊 衣服啊 包包什么的 这些就是其实要回去也很正常嘛 属于他的 但是他不 当真我们居然把那些东西给烧了 有必要那样吗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没有留着毕掉 我就要处理掉吧 又要消失这些东西 那你们俩这不就算分彻底了吗 但是后来 后来他又回来说 说了一些让我心软的话 然后我就 我就答应他和好 但是和好之后 完全就超过我想象 就感觉这段感情 已经没有原先那么好 我就不敢要求他那些东西了 我怕一要求 他就就是不耐烦或者怎么样 那今天来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主要目的是什么 今天来现在 又面临了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面临着说大学毕业了 然后我们过两个月 可能老师会安排一次实习 然后我们两个虽然是一个学校 但是我俩是不同的专业 老师安排实习 比如说我可能会去留在哈尔滨 他可能会留在别的城市 就是这个是不可以选择的 那不就去呗 去了之后你该干嘛干嘛呗 可是这样是的话 这个不影响 你没多长时间 分开一年多 谁不愿意分开呢 我不愿意分开啊 你啊 我都行 因为他主要是不信任我 因为实习这个东西 就是不可抗拒的东西 就是没有什么反抗的机会 有什么就顺着自然走开 对 因为你都把路堵死了嘛 你老师不都说了不可以吗 那就只能是这样啊 这不是他所愿啊 我觉得现在他的态度就有问题啊 那如果说没有发生之前的所有的事情 现在我有时候打电话都联系不到他 何况要是异地呢 异地的话 我打个电话都联系不到你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你今天其实是 因为面临着毕业实习 两个人要在物理距离上有一个隔开 这段恋情我到底要不要等 要不要守 这个男孩我还要不要继续跟他投入 这才是你今天最大的困境吧 对 这次听懂了 恋爱的过程当中闹过 吵过 我甚至觉得他们那个分手 就是一个情侣之间的吵闹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这个吵闹好像让他们的这个情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变化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吧 李总 顾长你自己啊 胖就胖了 还老为此伤心就不对了 你胖得很忧郁 别说你男朋友了就连猫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就是因为你太凶 是吧 而你的胸是源于你内心这种不自信和自卑 然后别人一刺你 你就更加加剧了这个自卑 恶性循环 是不是 我真的是替你着急 而且不光是你 很多女孩子都是这个问题 这个男生呢 你女朋友的满心的怨气啊 我这里也有一半 是你添堵堵出来的 就说那个家务 你在乎那么清楚 你拿出你对猫的一半好 对他不点儿挺好的吗 我看了一个全球的调查 说中国男人做家务和照顾自己的另一半的时间 在全球排名倒数 但是自己玩的时间 是照顾家人的三倍 而中国的女人干工作 是全球第一 而自己玩的时间 全球倒数第三 所以呢你其实有什么呢 对 对吧 不要在乎什么干家务啊 多干了两点啊 是不是 你照顾猫的那个好 你拿出来 在他心上多花点心思 他开心了 你不也开心了吗 好吗 希望你们两个都懂得 如何让对方开心起来 每一个人都能活得很好 来来来 夏娜老师来 你们两个人现在 其实不能说是两个人的问题 是一个人的问题了已经 就是完全在女生这儿 其实在男生心里 他不觉得你们两个人感情有什么问题 他也不觉得异地有什么问题 再说的严重一点 他就不觉得跟你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这是加双眼号的 因为你以及这段感情 在他心里可能已经没有那么重的分量 所以所有的事都云淡风轻 而你会紧张 你会焦虑 你会纠结 你会害怕 即将面临的异地 为什么 因为你对这段感情 太过看重了 因为你觉得 在你跟他去求复合的时候 他没有第一时间给你反馈 然后好不容易复合了 你心里又不安定 你觉得这是到底想跟我好 还是不想跟我好呢 当你对一份感情 没有自信的时候 甭管它是异地 还是就天天在你眼前待着 这个感情最终也会走向灭亡 因为你心里 已经给这段感情有定义了 所以你会很严重的焦虑 你说马上面临两地分别了 你要么让我死个痛快 现在分还是不分 我等还是不等你 这东西全都是水到渠成的 到了异地之后 你无非是什么 掌控失效了 摸不着抓不到的 你就不知道 他能实施干嘛了 又说不定还有 另外的初中的师姐 又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种种你两个人之前 过往的感情的一些 零零散散的信号 在你心里已经 对这段感情 有不信任的程度 然后已经看到裂痕 所以我觉得 是否异地就要分手 还是说要继续 跟物理距离是没有关系的 那个距离在你心里 你们两个人已经有隔阂了 我觉得现在你们两个人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这个距离越来越远 我看到的新的距离已经远了 谢谢珊娜老师 来来来 薄红兄 男生 你坦诚一点告诉我 在分手之前和复合之后 两段感情 主动权是不是牢牢地捏在女方手里 你也认为 任何都是由她做主 对吧 她去割双眼皮之前 征求过你意见吗 没有 你征求过你的生产单位 也就是你的父母的意见吗 也没有吧 我为什么放大这件事情 说明这个女生 她形势很率性 我想做 我就做了 另外 你根本没有思想准备 就是一时的兴起 当然也是怜悯 就把猫抱回了家 猫没有思维 猫有直觉 谁带我好 我就和谁亲 结果呢 男生 你看和猫的感情越来越近了 但是和女友的感情 其实是越来越远了 我为什么又要放大这件事情呢 说明女生 你做事情很任性 你不记后果 所以 从这一方面 我认为 女生 在你们这段恋情当中 你的率性任性 彰显得一栏无鱼 这就是你的性格 没有办法改的 哪怕今天 你不来爱情保育战 明天你们异地以后 你也会找各种理由 因为主动权 在他手里 所以我建议你们 既然来了 就不要不好意思 分了就分了嘛 分的 两个人 心服可服 我认为 我认为 这应该说是你们是有收获的 谢谢 薄红兄 米娜老师 我这一次 我这一次 你要说什么 你猜 自信的胖子穿白的 不自信的胖子穿黑的 你还真猜对了 我正这么讲 我这一次一来 赵川老师就问我 你都胖成这样了 你怎么还好意思穿白的 我是这么说的吗 我听到了 对 然后我很坦然地告诉他 就因为我现在胖 所以我得穿白的 因为穿黑的 会使我胖得很沉重 你现在就是这样 我宁可轻盈地胖 我也不想像你一样 那么凝重地胖啊 我们两个人 可能对于颜色的挑选上 都能看得出来 我们对胖这件事的态度 你以为黑色 能使你显得瘦 没有 黑色只使你显得 更加地抑郁 其实我觉得吧 一个人 无论他高矮胖瘦 站在那里 他一定是除了容貌之外 有特征的 就像我们对面的 这一些女孩 有很多女孩 站在这个位上 我们见过知性的 见过成熟的 见过可爱的 见过那些特别精明的 见过神经质的 见过等等等等 唯独你 我实在找不到词来形容 时间花在哪儿 是看得出来的 你时间花在阅读上 你可能脑子里 就会多了一些内容 你人可能就会显得 知性一点 时间花在镜子上 你可能就会 一态好一点 知道怎么导致自己 怎么打扮自己 怎么穿衣打扮 但你的时间 花在哪儿了呢 如果那些都看不出来 只能够说 可能花在懒 吃东西 享乐 这一些态度不改的话 可能对于你来讲 未来就只能这样 而且胖这个东西 真的是好惨 年纪越大 我跟你说 肥越难减 我现在是身有脾肥 整个恋爱里头 你不太可爱 姑娘 你的男朋友 做的那一些事情 也没有觉得 有太多的错 反正 因为你太过于明显 问题都集中在你这儿了 去找一点其他的特征 贴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除了胖之外 还有点别的特质 好吗 谢谢米娜老师 两个孩子都没什么问题 但这段恋情 有一些事 我就想告诉你们啊 不是这个人不好 不是这段感情不好 有些东西 就是走着走着就散了 你强求不来的 顺其自然对你们来说 是最好的 相当于在学校 给你们安排了一个 重新考验这段感情的 一个窗口期 这个感情能不能经得起 这个也就是实习 这一年或者半年吧 你们实习多久啊 一年 一年吧 就是能不能经受得了 这一年的这个考验 经受了 也许你们未来 就会特别好 没有经受 你们这段爱情也挺美的 不要纠结了 没啥好纠结的 所以没有 没有观点 我就觉得 做一个自信的胖子 比做一个不自信的瘦子 要没很多 再说你也没那么胖 咱俩要健康 胖和瘦又怎样呢 没了 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吧 毕竟一年来 咱俩都上手一年多 然后发生的这么多事情 就是没有太多 是不可忍受的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对待生命的一种态度 但是你有时候太任性 太无力取闹 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我再考虑考虑吧 我本来来的这个节目 是想解决咱俩的问题的 但是你现在居然这个态度 那我就 我也想考虑考虑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好了 电视机前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有网友提问说 老师 我和我对象 快领结婚证了 可是我妈动不动就反对 我出去找我对象玩 可我真的很不理解 为什么他们同意的 未来女婿 现在又反对相处呢 让我们天天在微信电话聊 就是不让见面 我该怎么办 我想你应该做的是 放下情绪 不带任何情绪 好好地跟父母去沟通 这个时候 说的是理由 而不是情绪 蛋白粉 动植物优质 双蛋白 本栏目由 汤城备见 冠品播出 感谢汤城备见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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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